欢迎来到NewsTT70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希望大家感觉愉快 看看我们的视频 杨子新剧《家业》引发期待 粉丝热情留言祝福 近日 杨子主演的新剧《家业》掀起了一波讨论热潮 这部剧集 以家族企业的复杂关系和个人成长为主题 将呈现出一幅充满矛盾与人情味的精彩画卷 作为这部剧的主演 杨子再次挑战全新的角色 饰演李珍 一个身负家族使命的年轻女企业家 粉丝们对杨子的演技和新剧的期待 可谓热情高涨 杨子将饰演的李珍 是一个兼具果敢与脆弱 智慧与感性的人物形象 这样的角色 无疑是对演员演技的极大考验 然而 粉丝们对杨子充满信心 他们在评论区纷纷留言 表达对他驾驭复杂角色的能力的高度认可 相信杨子的演技一定会再次惊艳我们 这种来自观众的信任 不仅是对杨子多年努力的肯定 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作为一名演员的魅力 从粉丝的留言中可以感受到 他们对杨子的支持 不仅仅停留在角色层面 更延伸到了他个人的成长和职业追求上 这种支持既是鼓励也是共鸣 正如一位粉丝所说 杨子的每一次突破都让人看到不一样的他 他不只是演戏 更是在不断挑战自己 李珍这个角色的设定充满挑战 需要演员深刻理解人物内心的矛盾与复杂情感 作为家族企业的继承者 他需要在压力和责任之间找到平衡 同时又要面对情感和事业上的种种困境 从杨子过往的作品来看 他擅长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 将角色的灵魂全是得淋漓尽致 这一次 李珍的成长轨迹 也将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 杨子在采访中曾提到 这个角色对他而言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他希望通过加业 让观众看到更多可能性的杨子 作为一个演员 杨子始终保持对表演的敬畏与热爱 这种态度无疑是他成功的关键 每一个角色都是一段人生 而我愿意用心去体验每一段人生 他的这句话 不仅道出了他的职业信念 也感染了许多观众 翻阅评论区 可以感受到 粉丝们对杨子的真挚情感 有的粉丝用真诚的语言 为他送上祝福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我们都会一直陪着你 还有粉丝通过创作应援视频 手绘海报等方式 为杨子加油打气 这种热情 不仅展现了粉丝与明星之间的深厚情感连接 也成为了杨子前行路上的力量源泉 粉丝们在留言中提到 杨子身上那种积极乐观的精神 让他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有人表示 杨子的努力和坚持 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的榜样 这样的情感互动 不仅体现了明星的公众影响力 也让人感受到一种跨越时空的心灵共振 除了对杨子的个人表现充满期待外 粉丝们也对家业的剧集品质 提出了自己的希望 他们希望导演和制作团队 能够用心呈现这部作品 将家族与时代的变迁 以及人物内心的挣扎展现的更加真实动人 更有粉丝留言 希望家业成为一部既有深度又有温度的经典制作 事实上 家业的制作团队一直以追求高品质著称 从场景部制到剧本打磨 每一个细节都体现了创作者的用心 杨子也在拍摄期间多次提到 为了贴合角色 他特意花时间研究家族企业管理相关的背景知识 他的专业态度 为这部剧的完成增添了更多信心 总的来说 杨子的新剧家业无疑是一场令人期待的视听盛宴 他的每一次角色尝试 都是一次自我的突破和观众的惊喜 而粉丝们对他的支持 也是一种默默的陪伴 杨子曾经说过 他的表演不只是为了娱乐观众 更是希望通过角色传递一些积极向上的力量 而这种力量也通过家业开始向更多人传递 让我们一起期待杨子在家业中的精彩表现 相信无论是他对李珍这个角色的诠释 还是剧集中展现的人性与情感 都一定会给观众带来深刻的感动与共鸣 在未来的表演道路上 我们期待杨子继续用真诚和努力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经典作品 杨子的新剧《家业》不仅是一部备受期待的作品 也是一段关于坚持与成长的精彩旅程 从他饰演李珍这个角色的挑战 到粉丝们满怀热情的支持 我们可以看到杨子在事业上不断突破自我 同时也通过角色传递积极向上的力量 这种不懈追求和真诚投入是他能够在娱乐圈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根本原因 从《家业》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启示 无论是杨子饰演的角色还是他本人都在告诉我们 面对压力与挑战只有保持初心 努力奋斗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家族企业的复杂关系反映了现代社会中责任与个人梦想的冲突 而杨子通过细腻的表演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些情感和抉择 这样的作品不仅是娱乐 更是一种反思 提醒我们在追求成功的路上不要忽视内心的真实需求 粉丝们对杨子的支持也是一种值得学习的温暖力量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 真诚和陪伴能够带给人无穷的动力 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人 这种正能量的互动都让人深受感动 作为一位在挑战中不断成长的演员 杨子的每一次尝试都充满了探索的意义 家业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块新拼图 也是他对自我和观众的再次证明 相信在他的努力和全剧组的用心之下 这部剧将成为一部既具社会意义又能引发情感共鸣的优秀作品 让我们一起期待杨子在家业中绽放新的光芒 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像他一样 在生活中无惧挑战 勇敢前行 正如杨子所诠释的那样 只有坚持初心 不断突破 才能在人生的舞台上演绎出最美的篇章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